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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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吃了早饭 来一点饭后甜点 这个是啥 盘 这是吃的啊 吃的 真的吃的 要吃去黑的啊 要吃去黑的才好吃 这个是黑的 好不好吃 可以 那么多 来 看 那个红的不好吃 就是这黑的吃 那个红的就酸了 那个啊 嗯 一定要黑了才好吃 看好多 一大把放进嘴里 是什么感觉 嘿嘿嘿嘿 小时候在山上吃就是这个味儿 不错 真爽 为了以后经常能吃到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摘蓝莓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蓝莓苗 昨天晚上到的 所以就没摘 现在来把它摘上 我就把摘到这个花台里 吃蓝莓很方便 这个蓝莓苗有一点一波三折 最开始是在淘宝上买的 当时选蓝莓苗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的避开了素签 所以我对发货地做了特别特别的要求 最后我选了一个山东的 而且是企业店铺 还是一个种苗的繁育基地 价格也有一点贵 我想贵一点没所谓嘛 买到正宗的蓝莓苗就好 过了几天我看快递信息 居然发货的是素签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如果要买素签的苗子 我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就买到 我为什么要在你的店铺买 花那么高的价格买来 对不对 然后我生气的退货了 退货以后 那个店铺的老板就跟我说 反正让我承担一切的费用 说那边工人挖苗子的费用 给我邮寄的快递费等等 她说她要投诉我 然后我直接比她先投诉了 陶小儿就处理了这件事情 我把原因说给陶小儿听了 陶小儿说 好的 我马上给你急速的处理退货 就直接把所有的钱都退给我了 最后我直接在抖音上搜索了一家 南美的培育基地 十块钱一窝就买了 好难的龙嘛 好难的龙 我看你耳干一堆了吗 哪堆了一堆啊 一人来圆口过的 哪有圆口 对 那不是土耳粉那是桃梨 我妈呀我把土耳粉 我粉 都不船过的 都不船不船 那么有发娘 咱用来来 这样子